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地道的卤菜 肉木耳扒豆腐 今天用的豆腐是石膏豆腐 石膏豆腐它属于一种嫩豆腐 因为它制作起来以后特别的软嫩 豆腐的改刀我们其实比较的简单 就是把它切成丁就行了 这个丁的大小也是有讲究 大约是一纸就是1.5厘米左右的一个宽度 我们把它切下来 我们山东菜讲究一个鸽不正不实 所以说我们这个豆腐的改刀 要给它改搭红平竖直 先切好了一个厚片以后 把它扶好旋转90度 再给它切成条 这个宽度也是1.5厘米左右 最后我们再把它切成丁 大约是1.5厘米左右 豆腐我们就切好了 这样子大家看我们的豆腐它还是保持着一个原来的这种大块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我们在刀工处理的时候就不会把它切碎 因为这个豆腐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点点的豆腐气的一个残留 所以我们要给它用焯水的方式 把这个豆腐气给它去除掉 然后我们再给它赋予一点盐味 给它赋予一点颜色 往锅里放大约10克的盐 这个盐的量稍微的多一点没关系 它只是让我们的豆腐有一个底味 然后我们给入10毫升左右的老抽 让我们焯水用的水当中有一点点的酱油的颜色 这样子在我们焯水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豆腐就会有底味有颜色 我们要挪动豆腐的时候 一定是把豆腐稍微的倾斜一下 把这个刀刃斜向下方慢慢的往前推 然后这边给它浮稳了 整个的豆腐都到您的刀上来了 这样子它就不会碎 然后往水里放的时候 然后我们把刀先放进去 慢慢的往后收刀 让豆腐自然地塌落到锅里边去 这样子我们的豆腐在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不会碎 轻轻地把它推散 让我们的豆腐散开 每一个颗粒都给它散开 因为只有它散开以后 它的受热才会均匀 那我们这个豆腐入锅以后需要它再次沸腾 大约两分钟的时间给它煮一下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要把配料给它切一下 那我们的瘦肉要给它切成肉末 然后我们这个火腿也要给它切成末 今天的老刀把这个火腿先放到淡盐水里边 给它浸泡着了 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浸泡呢 这是因为这个火腿是一种盐烟的肉类 如果你不给它用温盐水浸泡的话 它的咸度就会比较的高 那我们吃起来的时候含盐量也会比较的高 火腿我们也给它切成小粒 那么这道菜当中我们用到了火腿 这个火腿的香味是给我们的豆腐 宗香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 虽然说火腿的量不多 大约在十克左右 那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的重要 火腿呢我们切完 然后呢我们要准备海米 海米呢它经过蒸煮 经过晒 然后呢把壳给它去掉以后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干虾 但是呢如果你用干虾的话呢 它的硬度就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这个海米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给它先浸泡一下 让它呢回软一下 我们所有的配料呢都已经改好刀了啊 然后呢我们的豆腐也恰恰好煮好了 然后呢我们给它捞出来 捞这个豆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 要用这种类似于板状的这种漏勺啊 而且呢要从这个浪花的这个位置进啊 慢慢的把它轻轻的抖到我们的漏勺上去啊 然后呢控控水 把它拖到我们的烫盘当中 我们的豆腐呢给它放到我们的烫盘里边 然后我们备用 这个时候呢我们锅里的水 再把竹笋和香菇给它焯一下水 我们一定要给它焯水 把这些有机酸呢给它去除掉 那我们的香菇呢也是水发香菇 那我们给它提前也切成片了 然后我们也给它焯一下水啊 这个呢主要是为了给香菇呢 让它温度提高起来啊 不要让它是冷的 竹笋和香菇入锅以后呢 大约也就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超烫它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前期呢初步熟处理的过程呢 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呢重新开一个锅 然后呢我们来看 如何让我们的豆腐鲜香入味 首先呢我们往锅里先放入油 这个油的量呢大约是15毫升左右 然后呢开火 我们把这个葱末姜末啊各五克放到锅里来 给它先炒香 作为爬这个烹饪方法呢 在卤菜里边啊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方法 也是比较特有的一个方法啊 它是用一种熟料盖到另一种熟料上面去的一种烹饪方法啊 而且呢爬的这个菜呢往往它的形状呢都是比较整齐的 有的呢是在锅里边爬有的呢是在这个盘子里边爬啊 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啊 像我们做的这个爬通天鱼翅啊 这都是在锅里爬的这对于我们烹饪技术的这种要求呢比较高啊 那像我们今天做的这种肉末爬豆腐 这就是在盘子当中爬的一种啊 那这就是呢相对来说简单 我们观众朋友呢在家里呢也容易的去模仿啊 那我们这个肉末呢给它先炒到一个变色的一个状态啊 好然后呢我们给它烹入葱姜料酒啊 这个葱姜料酒呢是用料酒加入葱加入姜 然后给它浸泡了以后的一个料酒 然后把这个葱姜呢要给它去掉啊 来10毫升给倒下来 那为什么要用葱姜料酒了啊 就这个呢就是主要是为了给我们的瘦肉给它去腥 有了酒精的参与呢 我们这个肉当中的一些腥味啊就可以被酒精带走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火腿沫放下来给它炒一下 让火腿的香味呢激发出来 然后呢我们的海米沫放下来啊 那海米沫呢和火腿沫都是用10克就行了啊 来给它放下来炒一炒 这会儿呢我们的高汤就放下来了啊 那作为我们山东厨师啊 这个一碗汤啊就是它提鲜的一个根本啊 其实呢我们在家里做高汤的时候啊 用三种肉沫就能够很简单的做出一个基础版的一个高汤来啊 一个呢是瘦肉沫 一个是鸡腿肉沫 一个是鸡腥肉沫 那我们的高汤入锅以后呢 等着它沸腾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刚才超过水的香菇和竹笋放下来 给它调一点味道啊 盐呢大约是两克 来一点胡椒粉 两克 糖 三克啊提提鲜 然后呢我们用一点酱油给它调调颜色 这个酱油呢用老抽就可以啊 大约呢也就是三毫升左右 来给它轻轻的推搅起来 看看它的颜色 你看这个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火腿的香味海米的香味啊都释放出来 真的很好闻啊 闻起来就很有食欲 好了 那这个味道我们呢调好了 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勾芡的一个过程啊 因为爬的菜肴呢都是有芡汁的 因为有了芡汁的包裹呢 我们的这些食材啊它的形状呢才能够不散啊 我们摆好的样子呢才能够不散 我们呢这个 淀粉慢慢的推动过去啊 让我们的淀粉呢能够均匀起来 这个芡汁呢不需要特别的浓稠啊 就是要逐步的往里挡 让它有一定的粘度 大家看呢我们这个芡汁呢要有一定的粘稠度 看到啊不能像溜圈那样子那么稀啊 来最后呢我们用一点红花籽油 给它包一下尾油啊 也就是说明油亮圈啊 10毫升就行 好了关火 啊包完油以后 这个勺子呢在这个芡汁表面轻轻的推 把这个油呢给它推回 把香菜撒下来 好了我们的这个肉沫爬豆腐啊 最终就要出锅了 我们要用铲子啊 把这个酱汁呢顺势的拖到这个豆腐上去啊 大家看这个拖的这个方法 看盖住拖住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拖锅啊 整个的整个的我们这个酱汁呢 刚刚好盖到豆腐上去 这就是一个爬啊 用一种塑料盖住另一种塑料的一个通人方法啊 大家学会了吗